接著就要講所謂的地質年代 地球的歷史有46億 我們講過了 有46億那麼久 為了我研究方便 了解方便起舊 我就把它拆成一個年代 一個年代 一個階段 一個階段 這一個階段 一個階段就稱為地質年代 然後來了解它發生的先後秩序 誰先誰後 誰先誰後 這要做地質年代 所以有46億 為了研究方便 把它切成一段一段 這一段叫做所謂的地質年代 這個年代表有它的大小的單位 有它的大小的單位 元代既是其時 第一個 首先告訴你 你一般都不會看到期貨時 你一般都不會看到期貨時 你就那個時非常少見 你就要去那個國際地質委員會那邊看的地質年代表 也只有到期而已 也只有到期而已 你就所以你其實不用太管它 那元代既是其時 元也不重要 而且元是我們台灣的翻法 大陸翻作中 所以你在找網路資料的時候 除非你找到的是台灣的資料 否則它都寫中 而且它的畫法跟我們講的畫法又會不太一樣 不太一樣 然後呢 我們的地坡只叫到代 地坡只叫到代而已 所以地坡只叫到代就夠了 你們生物有交到祭有沒有 什麼侏羅祭 百二祭有沒有 你們這個地坡有交到祭 我們沒有 我們只有照到代而已 所以元代祭司 元代祭司 一般的就是看到就是元代祭司而已 那你知道就可以了 不需要那麼特別仔細的背 了解一下就夠了 OK 那麼最古老的生物最具38億 你們學過最古老的生物誰啊 藍綠菌 藍綠菌 38億最古老的生物 但是就算有藍綠菌 生命現象還是不夠明顯 所以叫做隱生源 一直到五億五千萬年前 生物老是有交韓武器大爆發 突然之間海洋就出了一坨拉格的生物 所以從此之後生命就變得比較明顯 叫做所謂的險生源 叫做所謂的險生源 所以以前叫隱生源 後來呢五億五千萬年以後叫做 險生源 然後呢隱生源會叫做始生代跟原生代 我說這是我們台灣現在的交往 你查網路資料看到的會不一樣 大陸跟我們班的會員不一樣 不要理他 我們就學我們就好了 而且這也不重要 這個隱生源不重要 你就知道險生源重要 那險生源分什麼 古生代、中生代跟新生代 地科就交到這裡為止 有分古生代、中生代跟新生代 就到這裡為止 就沒有了 夠了 就夠了 那有一件事要明白就是 整個地球歷史台中 隱生源的時間長、險生的時間短 46億年 五億五千萬年以後才叫做險生源 只有五億多年不到六億 所以46億裡面不到六億是險生源 現在都是隱生源 所以隱生源時間比較長 隱生源要壓長 這樣就可以了 好 韓武器大爆發 古生代、中生代、新生代 OK 那這個定值年代 我是古生代 所以我比較老 你是新生代 你是比較年輕 我可以知道先後的秩序 但是你到底是五億年前 還是兩億年前 還是三千萬年前 我不知道 我必須要怎麼辦法來知道 放射性頭位出去定領 放射性頭位出去定領 用所謂的半摔期 我給你的講解 你聽過就可以了 國中沒有特別的交 而且不會算 因為它需要用對數 國中沒有交對數 不會算 半摔期就是 我們在理化會交底衰變 從A元素變成B元素 有一半的A元素變成B元素 叫做半摔期 假如半摔期是五千年 現在發現這個化石裡面 A元素變成B元素 A只剩下八分之一 表示它經過了三個半摔期 二分之一 再二分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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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經過了三個半摔期 一個半摔期五千年 算就是一萬五千年 五千年 一萬五千年 所以這樣可以算出來 它有多了 好 聽過就可以了 國中沒有交 國中不會算 國中也不會考你計算 因為我們不會算 你就只要了解一件事 什麼事 我如果想知道它是三千萬年前 還是兩億年前 有什麼辦法做 放射性同位數據定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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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可以了 就是所謂的絕對地質年齡 前面那個古生代 中生代 現在叫做相對地質年代 知道誰先誰後 但是不知道它到底是多朗 OK 人問得嗎 沒有 蛤 嗯